我们A2最下面的一列加1 就是它下面,所以等一下就10 然后呢,把TST01里面的值 就是表单里面的那个第一个格子的东西 输出到A栏,B,C,D OK,所以这个前面应该没问题了 这四个,一个罗布的坑 那1的话呢,指的就是说 我要把它做一个平均再输出 那怎么平均再输出呢 就是先把它相加,特别注意哦 我这边多了一个CINT 这个函数做什么用途呢 因为呢,我们输入到文字方块里面 的是文字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要把文字转换为什么 转换为数字的话 那在那个Excel里面是用 我前面有讲过,用那个Value对不对 不过呢,在那个VBA里面呢 会有另外一个函数 它叫做CINT 其实我想它应该是什么 C应该是 应该是 Transfer或者是 算是Change吧 反正你就是改变成为一个INT 后面东西就是一个什么呢,文字 输入的东西是文字 转换为一个数字 再相加 再相加 加完之后怎么样 再把加完之后的东西除以3 外面再包一个Round 输出的话就会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了 OK 然后面的话 就是再把游标怎么样 移动到指定的储存格 哪个储存格呢 就是刚好是最下面的这一个 点Select 最下面哪一个我不知道 就是R OK 比如这个 再来怎么样呢 把里面的资料清空 总共会有四个资料清空 OK 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完成刚刚的动作 应该没问题吧 反正这应该上礼拜讲的都差不了多少 而且反而更简单 因为今天东西栏位比较少 但是呢 后面可能还有注意 可能需要注意几件事 这个是额外的 如果说你今天没有输入任何东西 按新增会产生错误 所以呢 要怎么样防呆 因为如果你没有输入 那这个说就麻烦了 所以防呆的部分呢 我已经把它写在云端上面了 在这个 记得往下 这边往下卷动 E这里 这个注解你也可以选 然后往下 IF 这Ctrl C一下 因为这个 跟这个比较 我想应该比较容易理解 所以我就直接 把它贴到哪里呢 当它click的时候 在上面 为什么 应该先判断才能执行下面的 那这边的话呢 会多一个判断 有没有输入资料 怎么判断呢 特别注意 IF T01里面的资料 是不是等于没有 这个叙述指的就是 里面是空的 OK 特别注意 而且 因为我总共会有四个文字方块 每个都要判断的话 请你在中间加个偶尔 偶尔的前后也要加空白 所以总共会有四个 如果其中有一个 特别是偶尔就是其中有一个是空白的话 那就 Zen做什么呢 MSG 就Message 就跳出一个什么 一个讯息方块 box 后面呢 就是请输入资料 一个警告讯息 特别是后面还多一个 Is this sub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如果说呢 它有其中有资料没有输入的话 那应该不能往下走 而是应该怎么样 跳离到End Sub 这边 就直接怎么 离开了 所以呢 Is this Sub 的叙述 就是跳到这边来 离开 OK 这个地方 所以我demo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呢 什么都没输入 对不对 按新增 那刚刚一定会产生错误 不过因为我加了这个 有点像一个闸门啦 这个闸门就是 你没有输入 很抱歉 你不能过 OK 那它会再跳到Is this Sub 所以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那如果说它今天呢 假设输入了 你想说它今天输入了 大概就是一个两个 好 这都输入了 但是最后一个没输入 可不可以 也不行 OK 所以一定要全部输入 所以全部输入之后呢 才会往下跑 OK 好 就输入了 因为这个可能刚刚是注解 所以这个应该会产生问题 所以注解刚刚提目那个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避免掉第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有关空白的部分 那第二个是什么 如果它输入了 比如说它今天输入的是 那个成绩假设是120 这个也不对啊 那怎么样把它筛选掉 所以我想各位先把那个 刚刚我讲的先试试看好了 就是这个地方的新增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判断说以后有没有输入资料 这个我想是常常表单 如果说你有在做用表单的话 第一个一定会遇到就是说 如果使用者他没有输入资料的话 你一定要把它挡下来 那记得就是说一定要写在 当这个button click的时候 先做判断 先确定说他有没有输入资料 如果没有输入资料的话 那就不能再往下走了 所以四个都一定要输入的话 中间记得加一个OR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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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